我们看到近期的冲突始于控制利比亚东部的国民军本月初对于迪利波里发起的军事行动 而实际上在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国家2011年以保护平民为由 军事介入利比亚推翻卡扎菲政权之后 利比亚的内乱就是一刻没有停歇 甚至一度出现了四个政府并立的局面 如今的利比亚仍然是处于一个东西政府对立军阀武装和恐怖分子割据的乱局 目前的利比亚主要分为两个政府 也是本次持续冲突的双方 分别是由利比亚国民代表大会支持的东部政府 和获得联合国承认的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 东部政府的利比亚国民军实力强劲 由前卡扎菲政权高级将领哈佛塔尔领导 控制着利比亚东部和中部的大部分地区 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 控制着包括首都迪利波里在内的西北部地区 这两方是各派系中势力最大军力最强的 在这两大政府的势力范围内 还活跃着各种军阀武装 其中包括盘踞在金坦一带的利比亚黎明 和一度活跃在班加西等地的宗教武装 此前极端组织还曾长期占据苏尔特作为大本营 虽然如今苏尔特已经被收复 但仍有部分极端组织成员散落在各地 随时准备趁利比亚局势不稳再次兴风作浪 在两个政府控制区之外 屠布族部落民兵组织还控制着利比亚南部部分地区 而西部部分地区由图安雷格族反政府武装控制